我现在来介绍的是渐进线的求法 渐进线严格说起来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做牵直的渐进线 叫做vertical absinthe tote 第二种的话呢叫做水平的 第三种叫做斜的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情况 牵直渐进线 何谓渐进线呢 一个函数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函数的图形 当x的话呢 越来越靠近某一个数字的时候 它会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小 那么一直的话都过不去这条线 然后的话呢 它会越来越靠近的是无限大 像这样子的一条直线 一条直的牵直的一条线 函数的图形会越来越接近它 但是永远到不了它的 这条线我们就称为牵直的渐进线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找到这个牵直渐进线的函数的图形呢 函数的写法呢 我们的话教各位同学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做法就是我们的注意的一件事 使分母为零就对了 我们只要让分母为零 这个牵直渐进线就可以立刻求出来 我们来看一看的话呢 实际的立体 牵直渐进线的话呢 是这样说的 它的题目是 有一个函数 名字叫做x-5分之3 那么请问牵直渐进线的方程式是怎么写呢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题目的话呢 牵直渐进线 我们的话呢 要毫不犹豫的让分母为零 那分母为零是多少呢 x就是多少 x是等于5 那么怎么解释呢 让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图形长的样子 这个图形长的样子是 它是有两边 这叫做双曲线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为何要让分母为零 假设让分母接近零 其实它不是真的零 那等于零的那个是叫做 叫做渐进线 那么x是绝对不可以等于5的了 那我们来看看的话呢 如果说x接近5的右极限 来我们看这个是多少 当x的话呢 往5靠近 但是它比5大一点点 那么x-5的话呢 就会变成一个正数 而且是非常非常小的数字 3除以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它会变得很大 于是的话呢 我们知道往5靠近的话呢 往5靠近右极限 它会往的是infinity走 然后的话呢 如果说看的是往5的左边靠近 也就是4.99999 那么3除以一个4.99999 减掉5 它会是一个负的数字 而且很小 那么它会越来越靠近的是 无限大 负无限大 所以的话呢 我们解释了这个题目 那么我们再重述一个 千值渐进线的解法 它的解法就是 只要是令分母为零 就是我们的最简便的解法